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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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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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在这儿干啥呢 我在这儿犯愁呢 不知道一会儿你带我去乡亲穿啥衣服呢 那我帮你选去吧 你帮我看穿穿穿吧 乡亲主角呂国顺67岁 丧偶4年 退休金3600元 长春市双阳区人 有住房 现在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你帮我看着我穿哪家衣服 比较合适 这几天 叔叔 你这为了乡亲 带了这么多衣服呀 没有 外套 光是外套带我来四件 是啊 您最得意哪个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挺好看的 我就觉得这个墨绿挺有特点的 是吧 你觉得上边是会比较好看一些 是不是 我比较一下 我刚才我看看你穿哪个 我觉得都很有型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衣服呀 我自己穿 这个好像是跟年轻人的那种 别说吧 这衣服就觉得好几天才去上衣服 因为觉得太年轻了 这不就是小年轻穿二多 在下面那小孩穿的吗 对呀 或者是local 我洗一洗 我自己穿自己享受了 别人也说啥说啥 我自己说 我自己说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小年轻人的感觉 是 你觉得呢 是 是不是 这都是自己眼光挑的吗 都自己把衣服都自己拿 都是自己选 我洗个活的时候把她的衣服都给买 她的衣服都是我给选的 就是前妻阿姨的那个衣服 也都是你那选 也是比较年轻化的吗 对 这些比较适合她 哦 那看来你就是对 其实对穿着其实很讲究 还行呢 嗯 我就还说这还就是 就是 就说这一辈子不出院 不不喝酒 也不打了架 嗯 没别的爱好 就除了爱跳跳舞 她就愿意买了衣服 其实我感觉 不光是这个衣服的选择挺讲究的 你看你这些搭配 这些微筋 对呀 你看你现在戴的这个也很好看 穿着个黑一点也搭的 这个你就穿着墨绿的搭的里面 露个脸子的挺好的 连就是搭配的这些东西也很讲究 对对对 习惯了吧还是这次被相信特意准备的这些 不是平常都这样 这就平常生活中出门穿都是 呃 我都光微筋肉一点不 嗯 不那个夸张 我微筋肉都比你好像都比你微的多 大概能有多少 三十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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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带过来吗 就是今天买几条 明天买几条 啊 今天有这些衣服买这个啥的呢 明天有那个衣服配那啥的 今天可能是今天唯瓦尔过时的 过来就不过去 啊哈 那衣服呢 我看你戴我的衣服 其实也是平常一角吧 真的 真的 就是比较就是 就这样适合这个季节上的 配合你们节目哈 嗯 看你穿哪个衣服上今天哪个衣服好 就穿哪个 哈哈 这个是范图 还很重视呢 叔叔 那这些码呀 咱们精神最高的这个电台 最最好的衣服节目 是吧 收入率最高的呀 衣服节目 啊 对 对 可以叔叔 那咱一会就是挨个比较一下 试试 然后选一件你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帮你参谋参谋 眼前的吕郭顺气质非常出众 一米八的个子不仅腰板直流的 而且穿着时髦打扮讲究 要不是他自爆年龄 红娘心眼是怎么也想不到 吕郭顺是已经67岁的人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在人群中你一眼就能看见的人 对于自己的穿衣习惯还还怪谦虚的呢 谈不上精致 就是说最起码在生活上的要求还是有的 嗯 本身这一块吧 生活上 平常看我就是 奶咱们之后露剪不啥 平常在生活中也就穿 那穿着也会这么交叉吗 也这么的 搭配 在苏安县呢我别的名没有 就是那时候我洗过活了也是 嗯 就是别的名没有 这过了多长时间 有些都过了二三四年的老童子都没看着的 和老名字看不着的 都说 哎呀你这还这样 别的说还年轻的呢 你还那么会臭美呢 我这一辈子就不出院不喝酒 不打麻将 打麻将也很少 就说就愿意穿一穿 提高生活的姿劲 爱穿 我洗过来说活的时候 是我们俩都爱穿爱戴 走在街上是不是回头率很高啊 对非常高 非常高 不是一般的高 对 确实是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的点滴吧 生活的细节吧 要求也比较强一点 要说吕国顺爱穿爱戴的特点 在双阳可是小有名心 虽然身边也会有人不理解的议论说 都这个年纪来还臭美啥啊 可他依旧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走摩托 跳舞蹈 学习化妆 自制演出服务等等 但是你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迷惑 他的另一面也很突出 哎呀 不能说是 要用会不会做饭 那衡量另外 别的男人可能说 你都问他 他说我会 我但是说是不但会 而且是什么 什么饭 但是说是煎草烹炸 不太高端 大高档的饭菜 像那个饭店的饭菜 他做不出来 就简单地加上菜加上饭 就来十个八个人 我谁都不用 但是说西敏花 其实如果从外表看的话 您好像真不像能围着围裙 在厨房里做饭的那种男人 对对对 要不就有时候如果说 你跟很多人不认识我 有时候好像人家别人 就像你接触第一感觉 说这就好像太 你瞅着像花花公子似的 你瞅着像不像过家 有点不接低气的那种人 就说是 就千万别被我的外貌说的疑惑 其实我的外貌和我的内心 一点也不搭 一点也不搭 你瞅着好像就是 就好像是 旧人会说是 王公子弟 现在说 好像就是 其实我的内心 内心一点也不搭 阿姨 阿姨 来叔叔来进来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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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国顺叔叔 张立南阿姨 叔叔 您进来进 你换鞋 换鞋 换鞋 叔叔一大早六点多 就从双羊过来了 太沉浸了 好久没看见我了 我这老太太 是不是有点老了 没有 没变法 没有啊 这老实金这层 这个劲儿 你说这也太对了 我就愿意跟女年轻相对不起 相见对象 张立南 57岁 散偶五年 长春世人 社保退休 您收入三万元 有独立住房 无负担 这个老房子 去进去看一下 没事没事 可以 这个房子 这个小朋友 带着 一个人也没人造回 就熟熟就能挺好的天 挺好的 挺好的 你比较干净 例如说 而且你比较有层次 那么一个男人吧 例如说男人就是老头 上次节目 看过他节目 我怎么这女的这么猛 太猛了 抽烟一喝酒 打麻将一车 性格很 不像这么做 这么文静 我站着说的 就好像张牙不扰的 她的头发 当时我认为她是染的 故意染了头发的 但她上镜嘛 没有在这个现代中国中 扯得好看 原来吕国顺 早就通过我们节目 认识了张立南 并且还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只是不知道 这个印象 到底是好是坏 又是否会影响 接下来的相亲呢 就是 我原来看过你一期节目 看过吗 看过 看过的节目 就对你的 别的印象没有 对你的头发 挺有印象的 所以我头发特别有个性 对 挺个性的 而且好像是说 那一期节目 没签署成功的 好像一星期二号 和对方好像不同 能起码打个将 是吧 对 我知道好像年后抽烟 有没有抽烟是吧 有啊 你看我之前非常清楚 对 因为丈夫走了以后 实在是那段时间 太难过了 就是靠喝酒抽烟 不过每一年 太难受 没事打个将 抽烟喝酒 那那个时候才学会的抽烟喝酒啊 对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 丈夫的一开始对你打击挺大 确实肯定是 对 生活几十年了 肯定突然一方走了 可能对你 留下的这一半肯定是 不管是精神的 心理上的 身体上的 嗯 就是我好像跟别的上路的人 还不一样 因为我十九岁就跟他在一起 他也比我大很多 他比我大 他十岁 他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 我跟他结婚以后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连饭也不会做 所以说他走了 对我的打击真的是非常大的 我就白天躺在那沙发 就是一天天的就是 一天一宿就睡不到觉 爱喝点酒能睡一两个小时 就整个人就已经是在那种 那种状态度过来 靠喝酒才能睡着 能睡一两个小时 其实吧 当老年再走这一步吧 俗话不多说 说女人还在走一家 走一家不容易 其实男人也如此 是男人也挺如此的 我就是从来也没想到过 说是我到晚年的 能走到这一步 根本就没想到 就其实他俩人都白了到老 生活越来越好 没什么压力 完了双方的父母也都没有了 就俩人能安顾晚年 没想到突然 就从来开始就 就跟他讲的 就闹了一个失眠的这个病 但现在我睡觉 必须吃安眠药 应该是一样的 肯定理解呀 我刚才不都说了吗 正因为他说 他是原始就会抽烟 抽多少年的烟 人能改都改不了 这也记不掉 他说一位老伴去世了 心情压抑 谁不着急要抽烟 这样的我也听了 以前也听说很多 就是接触的也有这样的人 就说可以理解这个心情 我们都经历这些 他能理解我也能理解 这一点我们俩的阅力 还是比较贴近的 因为这个年龄了嘛 是不是啊 不再年轻了 而且你后到一起去的 就应该去相互的去包容对方 吕博顺和张立南同样有着丧偶的经历 同样要适应从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一个人的生活 这期间他们承受着精神上的打击 身体上的折磨 这些相同的经历 让他们在此时对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也在不知不觉中敞开了心扉 我呢想找一个就是跟我情趣爱好比较相同的 而且你在经济和生活方面都没有什么压力 没有什么那些负担 负担 是这样 人呢刚刚进去的 最起码呢 言谈举止的两个人都能闹到一起去的人 是不是 这样 我就是退休这段时间干嘛呢 我们双洋舞化馆吧 我们有一个摩托舞蹈堆 我站在摩托舞蹈堆里面 我就是 队长 副队长监导员 我昨天是主管这个舞蹈堆 舞蹈团这边 我呢带你的一帮老年朋友在一块玩玩乐了 那不错 玩的比较高雅的 像我是大人 都不是高雅 谈不上高雅 就是一个业业 然后我这人啥呢 是临缺无奈 嗯 就是 不说是我自己挑战到没有多么有秀 但是呢 我要求呢 对方呢 也只和我能匹配一点的 匹配度高点的 我爸就是这样 嗯 我丈夫临走的时候跟儿子说 他都没有跟我说 嗯 如果你妈呢想走 嗯 一定要给你妈看好 因为你妈太傻 太实在了 他不会看人 哎 有钱没钱不重要 但是一定要对你妈好 嗯 因为你妈就不会过任意 就是正常生活 她是个白痴 就是一直就是 是个 就是个盲人 就那意思去告诉我 你一定要被你妈掌握住这个眼光 就这样 家务这块做吃做喝的 我不是夸自己 不是炫耀自己 我们那整个楼子 我们朋友之间 别人说 你不说 你的外表和你的内心 对 一点都不相符 一瞅人家想说 瞅人家想说 瞅人家就像一个 就怎么说呢 挺潇洒的一个男人 就好像像一个挺顽固子的 傻不愉干 其实不知我在家 就现在也是 我媳妇走三四年了 跟儿子儿宿在一起 从来她们一顿饭都不在做的 只要我在家就是我做 我不在家没办法 是吧 然后拍节目 有时候上场中演出啥的 走几天几天的 走了她其实也能做 也会做 儿媳妇她家也要开过饭店 她也会做 但就好像就习惯了 只要我在家就是我的事 挺好 那看现在小孙子上高中呢 晚上九点多回来了 有时候我睡觉了 我休不休息 她说爷爷 明早上我吃啥吃啥 都点出来 她点啥 我叮着那个做啥 就那是 所以说呢 晚上就养成习惯这一块 就是说在家务这一块 又不是说为啥 我一辞职也就没找 也没说没找 就说也找了 没有碰到合适 碰到合适 也可能找路 就找一块 就说我生活吧 自理能力可以说太强 你知道我洗 就是说我洗 我活的时候 我的衣服都没用她洗 就那时候手洗的时候 我都没用她洗 我就这样特性 即使她洗衣服 比我干净我知道 但我 我还觉得我自己洗 比她洗得干净似的 就我那一粒 都没用她洗过 这一辈子 知道不 真不错 真的没用她给我洗 那熟悉是都我自己洗 所以说呢 我养成这个自理 就是吃自 往往就说 现在的行事也挺后悔的 一个人能力 生活能力太强了吧 有时候也是好事也是不好的 现在回想就是不好事了 我觉得挺好 你养成习惯都依靠你 像这儿子儿媳妇 就那小孙子都依靠你 想吃啥不跟她妈说 有能力的人 就会更受累一些 几乎我说是这个意思 挺好 我生活上完全不用说别人照顾 我就特别会照顾别人 那你有没有准备去照顾别人 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就说了 我说不但说不论别人照顾 还是会偏偏遇去照顾 我媳妇呢 这一辈子身体 都知道 就她那个亲朋好友 她的亲姐妹哥们都说 这个人说 没有刘果生 亲亲 早都没的 她就三年一大住院 两年一小住 她经常住院 知道不 经常住院 哎呀妈 他医院都成常客了 不然他医院上班的 就那事了 所以都在这一块儿 所以阿姨担心的那个问题 在叔叔这儿根本就不成立 可以放心 因为叔叔已经 可能这大半辈子 都是一直在照顾家里 都一直在为别人付出 真的一直在为老叔叔 要说吕国顺还真是一个 全能的男人 不仅把自己捣扯得洋气时髦 就连持家过日子 也是一把好手 但让他无奈的是 总有人因为他精致的外表 而忽略了他的务实 他担心此时的张丽楠也是如此 尤其是看到张丽楠上下打量的眼神 这个担心就更大了 可能你们也都看出来了 我这没有些变化 那就是拍节目演节目 就不愿意画 说大眼没多大眼 我就不愿意画 去年去年闻了 闻了几年 我这一年没活动了 我这个洗了 洗了就没洗好 你不看到嘎巴还没洗掉 闻眉眸了 我心不演节目 刚才就看见了 我心不演节目 我心不演节目就得洗掉 刚洗不两天 三天不四天还没洗掉 还没完全掉 阿姨看出来了 我还没等着问这问题 他自己就说了 这很自然的 不论说 这明白了的 说说就为了演节目 不演节目就没啥 生活中就啥样就啥样的 也不论过去修一个男同志 也不论过去修事 因为阿姨是这样 叔叔跟我说 他可能有的 就是接触的女人 会说 就感觉叔叔 活得太精致了 比女人都能熟悉 都能倒上 他就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对 有女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叔叔比较担心 这我这儿我觉得不是问题 你也可以帮我捣撕捣撕 你已经很特质了 你不是精致的 你说是特质的 叔叔那你除了文美啥 会不会美个容啊 或者是 那都没有没有 这都没有 那都没有 这文美不说 就成为了演出 演出吧 画画没办法 一次画一个样 一次画一个样 今年我就不玩了 这个吧 我对这一点 某个第二步我不担忧 我就很多 还有多少个 因为这样喜欢上我 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的 一般老年女人 你看一些中老年女人 绝对喜欢穿着画的扶哨的 就这个文美这个问题吧 在我们团里很多 就留团 你找到个文的 只能演出 演一次画一次 不喜欢把眼皮 把他眼皮弱了 我眼皮我可不太强 他不说他越来越大了吗 他说他就双眼皮 我说那个 那个绝对不太强 眼皮又为了这个神话 我当我演出的时候 把总粘那个 双眼皮胶上的那些 用胶带粘上 化妆挺好看的 但是再下一步 再深一步的 再美 那就不可以再去做 说个这块 是吧 我就觉得 这是小老头太吵了 自己能把自己的缺点 给他从后天补一补 挺好的 这是对生活的一种 美好的追求吧 那种 挺追求他的那种外观 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态 和他的一些个人生观 都有一个好的 那么一个 倒撕倒撕 是不是 把自己的倒撕倒撕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心态 吕国顺担心 男人文媒会让女人难以接收 没想到张立南是思想很开通的女人 他反而觉得 这能说明 吕国顺是一个对美好事物有向往的人 虽然这一关算是过了 可吕国顺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因为他的特点可不仅仅是这些 你说我这块吧 就是不出现不喝酒 不打麻将 当唯一的爱好是啥 除了跳舞 这就属于业余爱好 我唯一的是 臭美 臭美 我的衬衬没有 一件脑袋衣服都没有 我全都是挺潮的 知道不对 我衬衬全是滑的 T恤也都是带底的 带小块的滑 这致敏的 没有一个说 就说说黑的啊白的啊 没有 全都是 反过穿衣服挺有个性的 阿姨会介意吗 叔叔其实想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你再问我 不是问我的说 这是我的 这个不介意啊 这个自己喜欢穿什么 而且穿潮一点 因为我也觉得年龄大 你应该穿的比较庄重一些 因为你年龄大了 从你的面部啊 你的头发呀 包括你身体的 这个衣味 你就很讨厌 那你就从服装上 像我们年龄大了 出门要打点香水 这个特别好 这个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样 因为我以前的 就是我 我家孩子爸爸也是 特别干净 出门一定要打香水 他的衣服 就是刀板板正正的 我也是 以前 我昨天出门都是衣服 现穿现运一趟 出门就运一趟 没有说是挂了一块 有这没这 我都喜欢走一遍 衬衫啊 裤子啊 运一下 然后就出门 我没说怎么摸 本身是我的大了 你在退休了 完了自己再不注重形象 自己不注重形象 谁在意你 根本是在意你的 就把他被社会给抛弃 对 被人们都放弃了 对 他这个观点 我不行 你看我很少跟我同年龄人去交朋友 我出来老同志没办法再集聚 我很少跟同年龄人去交朋友 我们团里没办法 我愿意交朋友就交比我少了小的 对 就比我少了小的 这一点 感觉个人都年轻了 对啊 我的戒心他也年轻了 对 无所谓 人家前半辈子怎么生活 跟咱没有关系 后面你能接受就接受不了 没有什么防感 防感 这意思 人家人家的活法 是不是 阿姨性格就是可吃爽的那种爽快 看了这节目 我都对他 他不说是 当时我都没想到 那相亲专门来找他 太不自作了 但我对他挺有印象的 挺有印象 我这一辈子 你放心 我再双线这么多年 就我从小 都有个那个 就是那个 亲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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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朦胧阶段 就我在心目中 再相中一个人 我都从来不太去表示 我就不会主动在女人面前 就引起 就真的不会 我就是被动 我好像挺超的 挺超前的 我的说法 我的行为啥 我就在女人面前 我从来不主动 真的 不是说是完了 今天好像充电室说话 我要是说是人家主动的 别说一个十个不老太太 我都不应该说话 真的我从来不会 因为咱们今天到这来 就是想谈一谈 就是 通过语言先了解对方 通过语言 说出你内心的想法 你的要求和你的需求 对对方 是不是 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咱们就 是吧 不能接受咱们就到 做朋友 而且呢 她的穿戴对我来说 我挺喜欢 男人这个爱美 爱干净 这也是我必须要求的 因为见了几个 都不是 都是这样 就是 不随我这个 跟叔叔是两种感觉风格的 对对对 再有她对生活的期待 和她的要求 我觉得也非常好 明确的说 这个阿姨 是不是你想要继续 再交往接触一下 对上 可是爱不可以 其实接触 了解了解吧 是吧 也可以接触接触 了解了解 其实在认识了李大哥之后呢 我觉得她这种认真生活 热爱生活的态度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即使你现在 还是单身一人 在等待幸福来临的日子里 也不会觉得 日子是那么的无趣 你可以学着种种花草 可以发展一些兴趣爱好 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这样在遇到了幸福以后呢 就会更加的开心 所以让我们一起变成 更好的自己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她是一个爱好广泛的大哥 房间好设计设计 就会是来人啊 得炒个亮堂 三十余仔却是一个人生活 表面心直口快 气使内心柔软 气使内心柔软 今天相亲 她能否如愿找到爱情 今天相亲 她能否如愿找到爱情 召集脱单的宝藏大哥 乡里相亲 下期播出